欢庆草屯分院正式开幕 为了照顾更多病患 在中北部多个县市都有设立分院 聘请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诊治 强调专业分科 最大特色就是做烧烫伤及骨折治疗 希望借着诊所的开幕 可以照顾更多需要中医治疗的民众 这是我们第14家分院 那开幕做的这个所谓的公益捐赠 事实上就是我们一饼郎中医的日常事 过去我们跟埔里计刑很亲密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保里阿嬷的 两生人基金会的董事 一般中医我们内科三科 副科二科都有看 还有我们特色就是烧烫伤的治疗 针灸还有骨折的条理 内科的条理 那我们就是希望把爱传出去 爱乡爱土的事业 慈善事业我们一瓶糖 平常就是不遗余的在做 除了连续两天免费一诊回馈相亲之外 更捐赠两百万给中疗 潮囤及台中市 共识所小学 每所六到十万元校屋基金 结贩保协会 梁显堂 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团体 作为儿少关怀经费 期望把爱传出去 我们预计使用在我们礼拜五下午的社团活动 让学生在于食农教育部分能够有所了解 我们学校目前推动的是水跟蔬菜 强调无毒 永续 这也是希望我们家长能够未来 一起努力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有这笔经费的抑注 相信我们未来能够发展得更顺利 国安国小成立快要二十年了 然后因为近几年都自有 一品堂蔡院长蔡副院长的知识 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的成绩也越来越好了 就是比赛的一些遗地训练 或者是比赛一些住宿这方面的 县远蔡明选及唐小芬 感谢该综艺诊所为地方民众健康把关 并且秉持取治于社会 用治于社会的精神 积极投入社会公益 实属难得 未来乡亲也能够就近看诊 享受专业的治疗 非常感谢我们综艺诊所 为我们地方民众来做一个健康的把关 也非常感谢他们的观念 取治于社会 用治于社会 特别又把他们所赚来的 又捐献给我们地方在地的学子 明选在这边也是非常的感谢 还是希望让我们 我们草屯的一个医疗的资源可以越来越多 这种公益团体也可以越来越多 那非常感谢我们一平堂中医诊所 除了照顾我们 我们所有地方的一个百姓的健康之外 那也希望说为我们的社会 注入一股 那一些公益的一个力量 我也希望说 我们学校能够好好参加利用的这笔经费 那把我们的儿哨的关怀的部分 能够把它做得更完善 以人为中心 以爱为本 让爱传出去 是该诊所的善向强大软实力 并且也以实际行动协助 有需要的学校及团体 成为善的循环 为社会注入更多暖流 记者侯一伦草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